立法院今天上午举行考试院副院长李毅阳 与考试院委员陈慈阳的人事同一权投票 但国民党党团却认为民进党政府与李毅阳 竟然主张废除考试院 却又提名人选补缺是认知错乱 因此一致决定拒绝进场投票 拒绝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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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看到民进党的整个对宪政运作的角度 完全是纯纯的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在看 没有站位置的时候就骂 有位置的时候要站 现在可以看得到是因为位置不够分 大家拼命的先站了位置 再说完全没有理想性 所以这一次也凸显出民党长期以来 他们口口声声说考试院是盲长 盲长院甚至有民党的委员说希望李毅阳贝京员是最后一任的考试院副院长 但是今天他们要进场去同意李毅阳贝京员成为考试院副院长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民进党他这样的说法 有办法让民众期待考试院这一次面对年轻改革能提出合理公正 公平的一个版本出来吗 尽管国民党立委骂声不断 但人事同意全投票依然持续的进行 现在进行考试院副院长同意全票之唱票 最终陈慈阳获得77张同意票 李毅阳获得74张同意票 两人票数皆过半 已法成为第12届考试院副院长与考试院委员 不及这一份考试院副院长